大家好我是望远中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庄志渊 幸会幸会 太开心 这就是那个黄金手臂吗 没有没有 要比这边出1.5倍 对 你现在这个 你现在状况奥运完了之后 然后你去了澳门嘛 对 那现在还是保持一下 你先讲的这样子的练习吗 每天四五个小时 没有 两千个球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正式训练 应该是从8月6号 最后一场球以后就停下来 这种心情是怎么样 以前是每一天 应该说我一年前就 一直在思考说 我到底到那一天的时候 会是怎么样一个状态 老实说还是很不习惯了 因为有时候早上起来的时候 那个焦虑感就会出现 自然的起床就会出现 以前都要跑步 跑步然后大概每天 要四五个小时 那是什么焦虑感 就是你的职业 已经26年的国首了 对 达就快30年 小时候八九岁开始 对 达到现在四十几岁 对 就是起床以后一般就会很 一般就会很焦虑 要赶快去训练了 因为时间感 就去球馆了 对 然后如果不训练就赶快很 要想办法说 那我哪个时间可以补啊 因为自己保持着弄一天两趟嘛 差不多到五六个小时这样 那现在有时候起床以后 焦虑感上来 可能会再躺个十分钟 告诉你 已经就是不用了这样 所以还是蛮放松的 这好怪 对 它是自然 自然 哪怕你告诉这样 隔天还是还会再有 你这种焦虑会不会躺窗 然后两个眼泪就这样流下来 是不会 但确实会有一点感觉 会失落感 对 还是会有一点 就是结束了这样 然后就会想到一些片段 比赛的 这往往啊 这些过往 你以前半夜起来 会起来再看看自己的 那个圆活啊 想想那个方式啊 会 现在就不要有那种感觉了 对 但现在有时候 我自己在饭店的时候 还是会 因为在选手状态的时候 你是不死 我不死了 有时候会吃饭吃到一半 会有比 就是想到 我刚刚 我就在比赛啊 这种状态 然后 我想要揣摩 就当下哪边可以做的更好 对对对 那所以在饭店的时候 也是一样 有时候就会 想要揮揮一下 就是哪边可以做 大家还是会 但你在做的时候 就马上停下来说 我已经就是 可能 你们那个 已经这么职业的选手了 有心理医生吗 国家有没有派心理医生给你们 so far 也有啦 也有 但是在桌球这个领域 会有 但我觉得 可能可以再更好 对 我说有一种那种 叫退伍军人正候群 老兵退伍 他会非常不习惯 对 等等等等 对 然后你开始要经历这样的状态 其实八月到现在才 一个月多一点点 对对 还去一趟 我们还做一点比赛 对对对对对 很不习惯 但我还好 因为我接下来做的事情 还是不会跳脱 当然 所以转换的算 还是有点 心情上 跟那个环境上 冲击不那么大 对 当兵的话 那种军人可能一下来 他就是不一样的情境 所以我感觉冲突更大一点 这个的话 我觉得我还能再缓冲 不知道 因为只有你做过你自己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一开始跟你们聊天的时候说 其实你是一个经典人物 我觉得冠军人物很多 可是经典人物很少 因为你的故事太完整了 所以就说 你其实要把你以前的福提群 那些影片的 全部留下来 对 也是以后 中华民国很重要的一个资产 这个经历 你最近也想写书 这个如果变成一个documentary 很精彩 对 也要准备写书了 书的名字 一直有 还没定 还没想名字 但可能又 一直计划很久 可能两三年前 但就慢慢的 我觉得慢慢的不用急 慢慢来 然后 反正看 到明年看看 其实听众和观众会 很想知道 你接下来的发展 因为已经知道说 你以后大概以后 不主动参加一些 国际性的比赛 但被动的还是有可能 对 当然像我昨天才有取消一个 那个smash 就是10月 9月底 一个比赛 那个算很大型的比赛 我刚取消 所以那个算被动的 但可能我就是 在10月2号的时候 会带小朋友去 去比赛 所以我等于就放弃那比赛 带小朋友去比赛 对 是第一次我正式的去 当教练 对 所以被动的 我现在应该也是 因为主要是自己没有训练 所以我不大喜欢这样的感觉 所以就取消 不过你已经被国人重视 跟注意你很久了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么大的毅力 这么多年 然后你看 所有的小孩子越来越 出来的越多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2019年吧 那个小林同学 对 那个时候你一直16年 做台湾的这个桌球第一名 被一个18岁天才的小林老师 同学 那个打败 从第一名的下来 那时候开始会不会感觉 是一个很强烈的感觉 会会会 年轻人开始出现了 会 其实一直都有 只是说 他应该说世界排名第一次超过我 超过我的时候 那时候 肯定会有感觉 不过我觉得是一个世代交替 因为在那时候我就会 看一下 因为我们算 台湾算比较晚 但其他像德国 日本已经就 都要中国已经有交替的这种 所以包括跟我童年代 也被交替 那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在经历这样一个时期 所以自己也是 还算还好 因为还是在线上努力 所以 对你拉了很久 对对 还是在努力 然后就 还是希望自己能进步 反而是以他为目标 然后再去挑战这样子 对 你这次做这个决定 因为六届的奥运了 说这一次如果没有得奖牌 心里就告诉自己 真的可能要从第一线退休了 对 下降的决定 然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 你倒是体力应该还可以保持吧 还是意志力不够了 还是怎么样 对一个职业选手来讲 然后你看 打了六届的奥运了 是什么样的心情 觉得你说那一天 有一天突然觉得说 我可能要退休了 其实在我打六届 在第四第五第六届的时候 就有 总会告诉自己是最后一次 是体力还是意志的问题 体力其实还好 体力努征要说 其实在比赛当中 我觉得还好 但是是在训练上你量加不上去 这个是会影响 这是可能到最后面是有一定的影响 但在第五第四的时候 我四十三 在我到三十六期 我倒都觉得还好 然后到 这一个周期的时候 确实比较吃力 训练量有点加 跟不上 可能就变成练一节这样一节半 那最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 我觉得 我还是想要做做其他事情 其实要打 母亲这边还是可以坚持 因为自己的角度看 别人外面怎么说 你应该退了 这我不说 但是 如果真要再坚持 我觉得还是可以 但当然 我总是相信自己能持续进步 不管在一直能进步 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动力 但我还想做其他的事情 应该说 别家人 孩子五六岁了吧 五岁刚满 他开始玩拍子没有 有时候 但我觉得他 我看他喜不喜欢 有试着 他有开始横拍吗 有 但不是 好像不是很喜欢 他喜欢昆虫 目前这个阶段 但他就是在你们球馆 每天看你这样的状态 太太也是 应该是我小时候 就在这样环境长大 对 你目前没有看出 他的潜力或各方面 看不出来 但我觉得 我自己衡量是 包括跟其他学员讲 就是你自己本身 喜欢那个东西 才是重要 那他我还好 了解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再跟庄志愿聊下去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 你是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 我常说 有人会叫你乒乓球教父 可是我觉得你是经典人物 就是经典是个 就是在一个历史的痕迹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因为你的时间很长 就我们刚讲了 你打六届奥运 然后这么多年 现在四十几岁 从年轻八岁就开始打球 你整个人生大概 几乎一半都是跟乒乓球有关系 对 这个历史 如果台湾其实要重视国手 应该有纪录片 那你自己也开始要 做这样的准备了 对 不你刚很有趣 我们讲到一个 讲到你的小孩 现在五六岁 儿子 对 然后每天在秋冠里面长大 不过你看他好像 没什么兴趣 或者没什么 Talent 天分 对对对 我们讲那个小林同学来讲 好了 就是说2019年 他把你从台湾的第一名 拉下来 等等等等 这样来讲 那时候你感觉 当江山的队友才能处 对对 你做一个职业选手来讲 天分跟努力是并重的吗 对不对 对 你觉得天分还是很重要的吗 就是那个Talent 我们讲 应该是要有 但是 应该都两个 你如果走到很高的一个高度 天分跟努力都要具备 那你如果没有天分 但你努力 是可以走到一定高度 但会影响到最高那边 那你有天分不努力 就是不用说了 那当然不要说了 所以说 要到很高很高 那可能是两个都要具备 对 因为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你也讲过一句话 你说 因为你经过很多 一直在战场上 每天枪林弹雨 所以很清楚 你体会很多 比如你也讲过说 你有天突然发觉 强项是很重要的 弱点是你再怎么样 都可能弥补不了 再把强项发挥到极致 是可能是有国际性的 知识宣说很重要的部分 这是你的体会对不对 对 因为自己走过 大概有六七年的冤枉路 六七年 你说2020 在我23的时候 到29这个阶段 就六年 对 就是2002之 对大概 就是 因为也是想要求进步 然后但是 就是在方向上 就是像我刚刚讲 你一直要补自己弱的地方 然后去忽略自己 本来强的地方 但其实现在在 我在教小的时候是要 你应该就是 更强大自己的强的地方 弱的你再怎么补 也永远是弱的 你只能去 让它进步一点 或者去 隐藏起来 这样 跟我觉得 应该跟人 每个人个性都一样 就是怎么去 找到自己的长处 那去发扬它 你又会把自己 硬不行的 然后去把它发扬 我觉得是 只会 更难 这就讲到天分问题 像你的妈妈 我觉得你妈妈就很神奇 你妈妈是个继分 在继分 然后被跟人家陪 对 她是在球馆里面那时候 十几岁 对 她很小 然后在那边是 继分 帮 就是那种业余选手来 然后她这边继分的 打工 辛苦的长大 然后 非常辛苦 然后可能 有一天那种 客人来的时候 没有人打 她想说那你陪我打开看 我觉得你妈都是记录片里面 很期待 她就是有天分 对对对 而且灾难的环境 我觉得你母亲很有意思 我就看这个说的报道 我觉得她是一种天才 天才型的人 摸摸什么东西就会了 对她后来就是一直启蒙 就你的启蒙老师 就一直在 在你旁边协助 对对对 我看你有一段时间 高中的时候还有这段时间是不想打了 对 她对你也很自由 还是怎么样 说是自由吧 还是欲 什么欲情 对对对 说是自由 对对对 可能到国中的时候其实就这样 但 她其实给我在我成长到青少年到18岁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是 算给我很大的压力吧 但这也是有个动力 我也很感谢说 什么压力 她是你的妈妈 教练 然后算很严厉 嗯 就是 没打好 或者不是她想要的那个结果的时候 她会相对比较严厉 然后会不会鼓励 那这角怎么办 妈妈有时候你要跟她塞呐的 那教练就是 没有办法跟她塞呐 对 这两个角色她在扮演 那对你来讲 没有她两个角色其实都是一个角色 哈哈哈哈哈哈 都是一个 她只有到我19 20 你说好像跟我太太一样 又是我太太又是教练 哈哈哈哈 对 就是全场都是她的 裁判什么都是她 然后到她就到20岁 我开始去欧洲这几个人的时候 这时候她妈妈的角色 就去德国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她教练角色就很少了 包括到现在后期就是 全是安慰 然后支持鼓励 所以在你去德国的时候 她就开始决定要放手了 对应该是这样 你是母羊做的 你跟妈妈感情应该会很好 妈妈算是处女 对 所以你跟她那时候是有点顶撞的 对不对 她突然发觉不敢 还是不敢 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很苦过来的 然后她的苦我是看在眼里 对对对妈妈说的 所以我自己知道是怎么样一个情况 就是这样走过来妈妈的付出 哪怕我很难受 我还是我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情 对 可是你在德国的时候 人家叫你孤心 对不对 叫你孤心 你也讲过一句话 我觉得我一直看你 我在看你比赛 看你个子都成长过程 因为你是一个 你也说的是一个很孤独长大的一个人 当然现在训练选手等等 你不太希望 你也希望现在小孩子能够跟你那时候不太一样 你这样是怎么样的感觉 应该说当时的时空背景的话 在桌球这一块 包括国家给予的帮忙 资助有 但是可能在青少年时期相对没那么资源没那么多 所以有时候那时候你必须冒出头以后才会有这些资源 所以在那时候相对是比较辛苦的 那自己走过的路 当然不希望自己的小孩 就是现在培养的小孩再走嘛 是年轻选手 对而且他们可以更好 现在小孩子相对更成熟更早 然后能力各方面也 像学习能力各方面都 就思维啊都是更 没办法跟我们以前那时候比 所以希望 尤其桌球这一块在台湾是 我觉得是很不错可以拿到很不错的成绩 有机会的 对对非常不错 东方有机会的 对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帮助到他们 就是我走过的不好的路 就是不是那么顺的 希望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 你说不顺是因为旁边的资源是不是给你太少 资源是一个 然后再一个 可能 包括一些 你 技术上面啊这种 可能是我自己那时候在欧洲打比赛 说要摸索嘛 不断透过不断尝试什么行什么不行 什么是成功不成功这些 相对资讯啊包括你网路看影片啊这些 其实都没有那么现在这么随手可得 嗯 那现在 就是希望我觉得各方面啊教练的那种意识什么 希望是可以给他们 教练也蛮重要我觉得 对啊 所以在德国那样的环境里面 因为欧洲人打法跟东方打法不太一样 对不对你光是说光是横拍就不够了要很多要考虑很多他们的转体啊跟他来讲啊在那种情况很孤单的方式其实对你来讲 是要自己摸索但有人讲说这个就是要苦练然后就孤单这样的话才能够这个这个就竹子都在这个各方面还有寒冷啊才能够铺鼻香梅花一样梅花我们的梅花梅花梅花精神 可是其实体育到了一个地步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协助 对因为因为国家各方面要需要帮助对一个是国家吗 再一个是我觉得尤其在台湾的 我不知道其他体育项目啦 但某些好像跟做球很像就说他在青少年时期其实成绩是不错的在国际对对对对然后到18到转成人的时候 玩棒球一样出来一下就会 嗯你就看到欧洲美美国那边就是会起来 非常快 然后我们反而是停住了对 网球好像有点是这个样子 那羽球就羽球就很好但桌球其实也有这样的 的问题 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基本功其实这些都不错 但是可能到18到跳到成人的时候是你要进入到比赛的这种环节 怎么去打比赛 这种是比较差的对 可能真的要些科学的方法对对对 真是要有人support 不可能放一个人在那边他自己长大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远中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我们邀请到我们 庄志渊是我们乒乓球界的经典人物 这个是当我们 26年的国手 6届的奥运 现在呢等于是要退一步去照顾新的选手等等等等 我们刚讲说你是 在你看那时候在中国大陆 12岁就去了 然后等于小学 然后之后的阶段在那里 后来到了18 9岁后就到德国 然后尤其他在欧洲是很孤独的长大 其实中国大陆相信也是 可是真的要变成一个职业选手这么多年了 你觉得很多不管是心理上照顾上 科学上各方面你又不能光自己做 那要很好的一些配合 才有机会 你现在准备要当教练了 然后你我们也说 台湾像包括这柚子啊 就是你自己的徒弟 还有这个小林同学啊 等等 以前还赢过你啊 你对新一代的一些选手来讲 在桌球界是有机会要拿 奥运金牌 是有机会的 那你觉得现在你自己要带人了 你的感觉怎么样 其实那个 应该说小林他跟我在不同体系啦 当然出去都是中奥队他比我小 应该是在宜兰那边 然后 我觉得桌球是有机会啊 我是蛮看好下一届奥运团体啊 团体 我个人是蛮看好 然后 包括这 这十年吧 我觉得都不会太差 因为整个T次 包括没有 断层的这种现象 目前台湾发展还是 你说教练的技术上是可以 可以帮助选手很多了已经 对现在现在目前因为他们得到的那种 资讯 各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但可以更好 我觉得可以更好 然后如 我觉得接下来要做的是 当然在线上你怎么让他 就是 稳定的去 打出成绩嘛 但是在 基层这方面 我觉得 教练 可能要 怎么让他们再 更进步 对 以前中国大陆 练那个桌球最重要的方法是 桌上画格子 对 这样子 对 我最近有点凸发练高 可是现在我知道都是3D了 对 都是 跟AI3D 帮助选手 才让那个 球的炫度 刚发现 对 已经到非常科学 现在 现在是 我们台湾有这样子的 还是有 还是有 只是说 目前处在于我觉得 你怎么去真正结合到训练当中去帮助到有时候是一个机器在那边但你不知道怎么融合进去像棒球就很简单就是说你测速箱你就测车然后再去调动作嘛 但桌球因为他是有关旋转然后落点这些所以你要真的去运用到我觉得 还要 就是看看怎么去做结合了 还有一个问题我很想问你因为我觉得这个不妄是打乒乓球我就对很多 成长的任何人来讲都是一个过程就是 人真的会碰到高潮跟低潮 2002年开始你有6年的低潮 要面对这种状况 对一个职业选手来6年 大哥 6年很难熬 是啊 那时候是怎么熬法 应该说我到2002是我人生我觉得是最好的状态 然后到那6年其实后来我也去看其实 世界排名也在那边只是说 我表现的状态不是我要的那个样子 那时候你全世界前三名排名 对最高的时候到第3 但是我说的比较低潮的时候 那时候应该也到有到第 在第10第15只是说我觉得 如果不是所谓的我说的低潮应该是可以 再往上走 只是我反而是停下来了 那是为什么 嗯就是一个是技术我自己观念上面有 误差嘛 然后你说怎么熬 也哭啊 也是哭 那时候也会哭 那是真的没有一个旁边的 比较难 因为妈妈的话当然是 我们会讨论 就是我到底要怎么做 但是 还是缺乏说一个 更高水平的教练来 来来来去知道 我觉得心理 这个心理 mental很重要的 像国外也 因为心理学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到第10的时候就跟投手这样 有时候忘了怎么投球 对 跟高尔夫球一样 不知道怎么打了 你有这样子很挫折的状况吗 不 投球是一针那种在我身上是还没有 但是 心里肯定是会很难受啦 不过 我当时你说因为也有人问说你有没有想过要放弃 我说真的放弃好像 就不打没有 就真的没有这样因为 所以我才说一开始你最初的那个喜欢是非常重要的 初心 对因为这个会支撑在你后面 遇到困难的时候 高中时候你曾经有一次不想打了 然后又是持续这么多年 这个毅力 有人说你最大成就跟我看到 我们在江湖也跑那么多年了 主要是行业 都到处都差不多到了 你这个毅力 人家说是你最 最厉害的武器 我也是看出来的毅力 这个毅力是 你说跟初心有关系还是怎么样 一个初心一个是遗传吧 我觉得 这是我母亲 我母亲他确实 你爸爸也是做旧选手 对他也是 你爸爸是属于 他也是 但是我的 母 父母 母 岩母慈父 对对对 因为爸爸那时候本身有工作 但是我的某些在打球的特质上面是有像 像爸爸的 包括自己一些 私底下那种 物理头 然后会有一些 比较奇怪 奇怪的想法是比较像爸爸的 比如可能想要尝试一些新东西 这些好奇心这种是像爸爸的 那在妈妈这边是比较 建议跟 严厉吧 凶这种比较像他 对母羊座有时候还蛮可爱 蛮好玩的 有点无厘头的事情 所以你父母之间 他们有没有为你而吵过架 比较 为我吵过架 比较少 比较少 还是不会 所以但他们两个 为我不会 因为他们都是希望我好了 我不会 比较角色不一样 对对对 不一样 OK 我后来规划打 打球这个也是 母亲比较像阿沙利那种 爸爸相对比较 幽若寡断一点 所以 决定 那时候是休学 就是决定去大陆一个人 这个是 母亲 我们再回到那个问题 就是毅力的问题 你说毅力跟初心有关系 喜欢 喜欢 可是一个喜欢东西到了极致的时候 如果没有进步 那 挫着感会很大 是 是啊 但是 又要怎么要去克服 时间 时间 我觉得时间是最 我最多两三天 就可能输完球 我真的就不想动 因为有时候挫折是 你辛苦一段时间 然后你准备好的东西 我最近练了什么新东西 然后去进行一场比赛的时候 结果 就是打得一塌糊涂 就把你钱 你就会很挫折是 我前面这一段 我到底在做什么 都是在做错的事情 这个会让我非常挫折 沮丧 如果 就是结果不是我要 但我呈现出来是好的 那我会很有动力在进行到 OK 这个是我 觉得走到现在最 应该说 遇到这样的情况是最不能接受的 你等于是这么长一段时间 你在做错误的尝试 但是在那段时间就是一直这样 所以 相对于心情上各方面比较低长 那 你也只能继续下去 不过运动心理学真的是蛮重要 我觉得台湾现在这方面有没有帮助 这方面有没有专注来帮助这些选手的 有啦 尤其在你们这个feel 在乒乓球界 我们这一届可能 我们这一踢的时候可能比较少 但现在其实 接下来应该会有 有有 现在其实他们 国家对体育这一块的那种资源相对好很多 好很多 只是如果说要做更好 我觉得是要更能 就是用在点上面 对 不你经验丰富了 你现在带孩子的话 你接下来做教练了 然后真的做国手的教练 各方面来 在你的学习里面来讲的话 你应该有一套鼓励他们的方法 或帮助他们过 过难关的方法 应该说 整个台湾还是很多 但我希望自己可以 从自己的球管先 至少我旁边的人先做好 然后看能不能再 再去扩住 因为你经验丰富了 希望是 对的 自己在学习 好 我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 庄志渊 我们的乒乓球教父 不过我更想成为他一个经典人物 因为 这么多年累积的东西真的变成一个经典 我们谈到 打球 打球跟人生是一样 我们说 我们最好是吸入人生 入戏 对你来讲 乒乓球里面有很多哲学 有一个 比如说 你们碰到那个 关键点的时候 9比9 10比10 内局的时候 关键点的时候 那个心理压力 我不敢看羽毛球还是看冰棒球 我今天哇的天 我那时候就跑了 那个压力很大 对你来讲那个是经历太多次了 对 你怎么训练自己面对你关键点 关键点要赢的 剩下两球是很重要的 其实 当下在打的时候 真不紧张 真的吗 然后 我走到后面的时候 成熟的时候是 赛前紧张 就非常焦虑 那个压力 你会很难 你是紧张会表现好的 还是紧张表现不好的 有两种人吗 我算正常吧 我看 我这个倒不会说 紧张 会影响到 去去决定这个 我是 看状态 但这个不至于到影响我的那个 会影响的是什么 紧张不会影响到说我出仇变形 或什么这些 或犹豫 会影响我是 你要下什么战术 这个是会影响我 比如说紧张 然后我可能在10比9关键的时候 你要下达一个比较 你自己要去执行一个 比较平稳的战术 或者是比较凶的 要激进的 对所以你紧张会 或许你会下错啊 就是你会 执行错误 教练会帮你吗 会会但是 在场上的时候那个很短 降在外居民有所不受 对很短 那所以 更多是场下就是 比赛完以后再去做终结 但我觉得这个是到后期的时候 对我一个 我觉得 紧张会去影响我 保守或该 做大胆的那种战术之心 不关键点真的是很重要 对 这时候就是 可是在比赛的过程中 所有选手对 关键点的突破 都你觉得都不 不大一样 都不太一样 每个人处理方式不一样 但有的会像伟终你刚刚说的 就是他说 确实会紧张到不敢出手 或会有这样 但是在 达到一定水平 就是台面上场看得到世界排名 在 53 其实相对比较少 如果去奥运会那种 相对这种选手会比较少 一般都是正常 还有你们这个是对仗 那这是一对一的对仗 男单的时候 尤其男单的时候 一对一对仗 而且有些是 有些是已经在江湖上 已经互相很多次了 那每个人状况不一样 除了球技之外 还应该有个意志力吧 那个忙出竅之前 你知道那个健克到时候出竅的时候根本就不出竅了 比一比就知道 输了 这个倒会有一种 有些大赛型的选手很特别 他在平常公开赛或这种 平常比赛你遇到的时候他给你压力不会那么大 但一到大赛就像事情奥运的时候 他站上去的时候 你就感觉你打哪的时候 他感觉就是要 进攻那种感觉 就是你打哪都不是 你给哪他感觉就是 都是要打 应该说你头哪都要打拳的打那种感觉 是这种压力 那你平常比赛的时候你就觉得你投这边可以投那边可以 所以如果一棒球来形容 所以他的人格特质在没有 积分赛的时候 还好 大赛的时候 他那个 杀气 对那个 就不一样 但他确实变得不一样 他确实能打出去 不是你想那样 他确实 有那个能力 就是说他到大赛他 可能本来表现7分 他到那边到9分10分 胜着超纯 就厉害 有很多 比赛型选手 对有很多是这样 像 欧洲选手有很多 韩国选手有一两个 韩国现在也很厉害 他一直是不错的 就是保持的不错 算传统 作曲算传统 日本 然后欧洲是固定的出那种 天才 四年一天才 但是就容易断层 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 说台湾目前 走的算还不错 他是提示上 算还可以 但是接下来看怎么做的更好 这个是很有趣的事情 这个 两张对账 情况之下是很 你有没有听过别人的选手形容你 没有 真没有 这以后做技术片 就问我们 因为我问他们不会 实话是说 我问过我最好的朋友 说到底你们怎么 太 不会讲 不会讲 那你看媒体的话又 不是 就像我们有时候在后面会讨论这个选手的时候 就是 我得不到这个消息 你在江湖这么久 你应该问其他这些 这么多年来的 我应该叫别人去问 我问问你 你在那个国际乒乓球界有没有外号 那个名字 他没有 他没有 可能你不知道 或许吧 不好听不好听自己也听不到 应该是蛮精彩的 如果办基督教科问说 问我说你面对这个 庄职院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 有啦有啦 上次有一个你说 他说今年2月市井 然后那是后来赛后访问那个人 市井赛 赛后访问我们对日本嘛 然后小组输了 然后那个是个17岁新秀 团体后打第3场 然后输了3比2输了 然后赛后他就访问他就说 赛前的时候他们那些 前辈跟教练就跟他说 资源的 庄职院的他那个 毅力很强 就是很会 你看很黏啦 就对比赛 他不会轻易放弃 所以你要 万一被缠住的时候 你一定要坚持住 他这样 讲的我看那个记者访问 他是这样说了 我觉得这个要 应该去点的外号 我觉得各个比赛就跟 搞乡谈 搞乡谈 搞乡谈太软了 黏住 太软了 不过 真的啊 你现在说你说奥运完之后 你等于开始比较 怎么样 表示不是那么积极 奥运就到了一个阶段了 这次奥运结束 你赶到退到第二线 这个心情自己还在调试之中 对对对对 其实有点 我感觉我的 工作有点 现在我才会 有句话叫什么 三十不获 四十而立吗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获 四十而不获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获 五十之天命 六十而尔顺 对所以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 我很疑惑啊 就对于自己 我四岁 四岁不获 所以很祸 就是目前是处来这个状态 然后什么都可以尝试 什么可以做 然后就很清晰说自己 在 三十至四十 不知道二十之间 现在至少有一些 有秋冠这些 你有个 有个事业 事业可以做 那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我觉得是 是个方向 我是希望可以 对对对 老婆呢 你要 自己要退的这个 有跟老婆先生研究过吗 他们超开心 老婆 超开心 孩子还小 还好 没有他是希望我在家里啊 老婆啊 对我最后一次要出国的时候是 奥运 然后要出去 因为出去的时候他们跟我讲说 爸爸要出去跟爸爸再见了 然后我老婆那次跟我讲说 你就感觉他的声调跟整个人心情是特别好 跟爸爸讲他要出去了 最后一次了 然后回来了 就是接下来就不会那么长的 因为 在尤其在 奥运 这最后一年半准备的时候是 一整年可能大概八个月 实在的天数是在国外 对对对对 那太 就是真的有点长 你老婆生儿子 生儿子的时候你也不在吗 我没有出生 我在 出生在 不然马上就飞到 飞走了 可能待一几天 对就走了 老婆有怪你吗 他还好他能见 因为他自己之前也是空腹啊 所以他也是 然后他自己本身喜欢 杀球杀不到 自己会 自己喜欢运动 他也喜欢运动 所以多少人支持 他打球 不打 OKOK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王宇宙 欢迎收听 我是王达里了 我们邀请到 我们的 冰棒球国手 我们的经典人物 庄志渊 聊了很多 聊了你现在这个 等于 这次奥运完了 就再也不会参加奥运了 然后比较被动参加比赛 国际比赛 然后就看看整个的 整个的状况 然后开始训练年轻的选手 你说不管是柚子 凤梨 就开始 那小林同学 当时 不是你的体系 基本上 他也是蛮天才 对 因为中华队还是有打过几次 对 所以你开始要训练一些新的 一些选手 把你的经验转下来 也准备要开始 谢谢书对自己认称一些沉淀 一些体会等等 但是开心的是 孩子跟老婆就可以赔的时间比较多 家人 父母 继续经营的球馆 对 等等 对 对 你先 不是说你还 什么一堆流浪狗 你还很 对对对 妈妈妈 然后 有空的时候 我们会帮忙 这样 还在帮忙 帮忙 自己家里有这个 有 因为秋管 起 这个故事最早是养了两只马尔鸡尸 那时候我们在欧洲的时候 妈妈一开始是 很怕狗 然后又就因为这两只马尔鸡尸开始到现在 因为你养了狗自然就 喜欢上 家人嘛 就其实他就跟家人一样 然后慢慢看到在外面那种 弱势那种狗狗 就 就会想要把他带回来 你们还很关心一些浪浪 会会会 只是说现在不大敢 不大敢太 太那么醒目的去说 因为还是有些 不是每个人喜欢这个 这个议题 现在这个 我说 其实从八岁开始 乒乓球等于是你生命中全部 对 而且不管是白天 晚上还会起来 灰灰灰灰灰 想到就去练 现在是玩截然不同一个 40岁以后 其实还有半辈子要活 你会先培养一些新的 一些运动 或一些新的兴趣吗 有想过吗 我吗 想要去 我喜欢看拳击 非常喜欢看拳击 UFC那种 不是 就是boxing 对 然后 也是后来因为我会喜欢拳击是因为 对我来讲 他们那些比如50胜 不败的 40几胜不败的 他们有心理状态 我很好奇他们是怎样 然后 包括50可能这个不败那个不败 然后两个要 对打的时候 他们是真心相信自己不会输 那跟桌球不一样 桌球你是真的 就输完然后再努力嘛 他是一辈子都没输过 然后他在赛前所说的话 然后跟媒体讲的话 然后到两个人比赛完他输完以后 他又是怎样一个情绪 当然有时候他们在媒体上讲的话有可能是商业模式 但是我觉得某方面他们也是真的认为自己会 回去 那我是因为这样好奇他们这种 心理状态才开始 喜欢上全集然后再看 Floin man way 这种是吗 你讲过一句话吗 你说 人家问你输赢的问题 你说其实输的跟赢的得到东西是一样多 对 我觉得因为 我讲偏激一点就是说 我觉得是价值观的问题 所以才会说这样的话 或许在100年后 200年后 那个世代人要的是输不是赢 只是说现阶段是要的是赢 这个东西 所以 只是说 像我输 我可以告诉我的小朋友 他 就说在冠亚军输完以后 你要怎么调试那个状态 那赢的人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个状态 是怎么样吗 当然他可能是赢肯定是更好 但输的话我觉得得到东西 在我认为上并不会 比较少 搞不好就是会让我 更坚毅更有嫩性 然后 我觉得是 两个面向不一样 你也讲过说你考试里面得过第一名 然后自己有时候想得到的名次 或者一些 一些奖牌没得到 你说现在我退下来了 希望我下一个旅程 老天爷对我好一点 对对对对 希望 老天爷要对你怎么好一点 我自己其实还蛮遗憾的 就是说 以前不会在线上不会 但是在 下来以后 真的奥运会结束以后才 开始会觉得说 整个奥运会六届没有拿到一个牌 这个对我来讲是很遗憾的 然后我常会想说 跟母亲 这种话说跟母亲讲说 希望 如果再有 来一次 再一次的话 我还是会 希望 可以得到 得到这样一个 殊荣 就是还是希望去挑战他 然后 但 没办法 人生嘛 就这样 所以 人生不完美就是 对对对 每一个人生都有遗憾 对对对 不可能没有遗憾 完美也是一种不完美 对 所以 你说那百万富翁 我常跟他讲的笑话 我们打 打高尔夫球 那个百万富翁 把很有钱的人 八九十岁 过世之前 把所有的孩子 都叫过来 都叫到面前 那大家以为要分 分财产 他就仔细听 最后 把他们叫 然后最后 最后一刹他说 我就最后还是要盖一下 还在想 可能对 可能快一百岁的时候 你把孩子叫到旁边 你说 你要不要 让我起来再 确认 横排圆 所以 所以这个就是美丽的人生 没有不遗憾的 冠军的故事太多 可是经典人物太少 我就觉得 你看你打球 每次看就是那个毅力 然后这么多 汗水 你看你你妈讲的 你衣服都换几套 随便说 这都是很精彩的记录 这个记录一定要留下来 这个才是 这个才真实人生 让我们一直赢 那个人生 就像你知道 他不知道输的那种情况 然后你那个 自己要体会输赢 那个方 那个都是很多人生体会 体悟 对 这遗憾才是 没有一个人不赢 希望少一点 少一点 我应该 很棒 非常高兴 也非常 非常开心 跟你学习很多 没有没有 其实真的是 打球就跟人生一样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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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